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的晚上 世甲第35輪繼續展開 馬勒卡將在駐場與格蘭勒搭打響互級關鍵戰 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本場比賽被視為價值6分的互級大戰 這對於兩隊然而必定會全力以赴 而且彼此更放眼是謙奉 因此本輪交手各取1分說是最好的結果 簡單分析聯賽補組形勢 那正最後4輪 目前情況最危險的 竟然是連30分都未達到的利雲特和艾拉維斯 情況稍微好一點的共有3隊 格蘭勒特31分 卡迪斯和馬勒卡各32分 這樣的話格蘭勒特和馬勒卡本輪正面過招 就顯得相當重要了 馬勒卡聯賽至今可以稱得上亮點 這就應該是主場的表現 總積分32分鐘足足有24分是在主場搶下 他考過去11輪聯賽裏 最為意取得勝利的就是在主場 所以這就是球隊金輪長分的希望所在 然而不利的是 馬勒卡都是防守漏洞百出的隊伍之一 本場失足1.65球並列西甲第三差 所以防守如何將決定本場的比賽走勢 另外馬勒卡已經連續3次遭到格蘭勒特痛擊 當中就包括今季首循環30分鐘內 就被對手連入3球的試積 金章再戰 馬勒卡必然要打醒12分精神全力應戰 陣容方面 陣中場雷斯迪加拉列特和後衛斯迪娜等人 因傷缺陣 而在排名倒數前六球隊中 只有兩支隊伍的昆場入球數達到一球 其中昆場入1.09球的格蘭勒特就是其中之一 他們近期的進攻火力超水準發揮 曾連續三輪單場至小宮入兩球 金輪米娜、蘇瓦雷斯和摩連娜等攻擊手 期待拿出更好的表現縮隊搶分 順對於進攻 防守才是格蘭勒特最大的問題所在 賽季至今昆場失足1.68球是聯賽中第二多 僅次於接近兩球的李宏達 而近兩輪球隊之所以能搶下寶貴的兩分 就是防守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只要本輪一眾將士拿出生死戰的決心 但格蘭勒特這次還是有能力全身而退 至於能否實現對馬洛卡的四連殺 就要看米娜和摩連娜等攻擊手臨場發揮如何 陣容方面前鋒諾切拿和後衛托倫迪等人繼續相決 多謝收聽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